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日前遭到加拿大逮捕 虽然已经在12号获得保释 但这件事情对华为的影响似乎才开始慢慢浮上台面 根据联合早报引述彭博社报导 原本为华为智能手机和工厂提供工业机器人订单的日本上游供应商 安川电机受访的时候就表示 在孟晚舟被逮捕之后相关订单全部都被搁置 安川电机总裁小丽元宏透露 安川电机在中国的职员说 华为内部已经被掀翻 在他们解决目前的问题之前 所有资本支出交易都将被暂时搁置 报导指出中国是安川电机相当重要的市场 在上个财政年度4485亿日元的收入当中 具有23%来自中国 此外 安川电机还在中国设有三家工厂 专门为当地客户提供器材 但随着华为近期问题不断 也让安川电机明年的业务展望 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大陆 大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